Hello,大家好,我是Tony 刚刚看到消息呢 就是那个免方强的这个电报呢 Teleplus 就是它更新的最新的版本是6.01的 然后现在就安装一下最新的版本 下载下来那个Teleplus呢 先打开安装一下 把传到手机的那个文件呢 直接打开了安装就可以了 Teleplus 6.01了 这是最新的版本 好,我们点一下,点一下安装 好,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我们现在就打开来运行吧 它这个APP呢 是不需要加载VPN 也不需要什么SS V2ray那些代理软件 因为它自带了一个代理的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直接安装进去啊 只要用你的账号登录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开启什么VPN了 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好,点一下开始 这里就要输入你的账号了 好,这里我输入我的账号 是,其实还可以点一下 是,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 好 好 好,好 好,好 发到你之前登记的那个 那个号码上面去 然后你就输入验证码 输完验证码 如果你设置了之前有设置密码 你也输入你的密码 没有设置密码 就直接去登录的 好,看到没有 它这里就提示说 这个Teleplus是提供了免费的内置的代理服务 但是它有是有添加一个广告的 好,点一下确定 就是它内置带有的这个代理 现在它显示正在连接这个代理 所以你就不用开启VPN了 直接用它内置的代理 就可以来上这个Telegram 好,现在看到已经登录进来了 看到已经登录进来了 这里就可以看到我自己 那个电报群组的那些信息 现在我上面这里 是没有开启任何的这个VPN的 直接用它自带的这个Teleplus代理 就直接可以上这个电报的这个 这个APP了 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个Teleplus的适合 你就是你不用安装那个VPN 也不用使用SSRV2ray的那些代理工具了 直接就可以用它来登录这个Telegram 非常方便 它整个界面呢 跟Telegram官方的这个版本呢 几乎是非常相像的 使用上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好,今天这个更新呢 就跟大家演示到这里 有需要的话 大家就去我屏幕上方显示的这个下载地址 下载下来安装就可以使用了 好,这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支持我的分享的话 请多多点赞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订阅版本的小铃铛 好,这次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